不看妳的臉 不看妳的美 不看妳也愛上妳 忘了我是誰 忘了我是誰 李敖雨妙天下 大家如果去迪斯奈樂園去玩 就知道這個迪斯奈 是當年美國一個了不起的 電影界的卡通影片的製作者 叫做華特迪斯奈 華特迪斯奈年輕的時候 她就覺得我們人類去畫這些卡通 然後把它拍成電影 可以成功 她就畫了電影 畫了卡通 請張三來投資 張三不理她 請李四來投資 李四也不理她 她終於找到一個商人 她就放松鼠一個卡通給她看 那個商人坐在那裏啊 面無表情 就看這個松鼠 最後一個鏡頭 是松鼠啊 用它的尾巴 就是尾巴啊 變成一個雞毛膽子一樣 去在桌子上面 做清掃 用尾巴做工具 有那麼一個可愛的鏡頭 看這部電影的商人 嘴角動了一下 華特迪斯奈 察言觀色 就知道這個人 喜歡這個卡通裡面的松鼠 他會投資 果然 這個商人 就說 我願意投資 從此就推出了華特迪斯奈的電影 最有名的白雪公主 米老鼠 唐老鴨 都是華特迪斯奈電影裡面的 了不起的啊 這些明星 卡通明星 華特迪斯奈成功以後 他想在世界各重要城市 去推廣迪斯奈樂園 他的會計師跟他說 這個可不能亂搞啊 這樣花多少錢啊 華特迪斯奈說 你不要掃興 會計師 你們只懂得錢 你們不要掃興 我只問你們 這些事情有沒有意義 該不該做 如果有意義 該做 不要考慮錢的問題 我們會把它解決 果然 這全世界各地 又出現了迪斯奈樂園 雖然出現了迪斯奈樂園 華特迪斯奈 他的公司 還陸續推出 許多卡通影片 當然製作的更精美 更有趣 效果更好 其中一個就是中國的華木蘭 還有呢 就是獅子王 獅子王 獅子王是說 一個哥哥獅子 哥哥弟弟獅子 一對獅子 哥哥弟弟呢 想串位 不能串位 忽然哥哥的兒子 小獅子的星巴 星巴頑皮 在外面亂跑 跑進了野牛鎮 哥哥獅子 就獅子王 去救這個小獅子 等於被野牛沖傷了 最後要爬上來 希望他弟弟 弟弟獅子 救他一把 那弟弟呢 正好相反 把他推下山去了 把哥哥害死了 害死了以後 那弟弟就運動其他的小 野獅子 野獅子 去趕走了 他的獅子 自己就變成了國王 變成了新的獅子王 當然後來呢 小獅子又大了 火雞報仇啊 這一類的 我 當年 陪我兒子 陪我女兒 看這個卡通 我就說 這個情節 是不通的 為什麼不通 動物的倫理裡面 一個獅子稱王的時候 所有母獅子 給他控制 他可以搞每一個母獅子 所有的其他的雄性的獅子 都要聽他的話 不敢動 在這個情況底下 他如果死掉了 新的獅子王出來以後 大家注意啊 他會把 已經在世的小獅子 一個一個咬死 為什麼咬死啊 他不是我的血親 是我們前朝的老大的兒子 前我哥哥的兒子 他不是我的血親 我現在當了皇帝了 當了獅子王了 我要生 我的第二代 為什麼要咬死小獅子 因為不咬死他們 這些母獅子 不會死心塌地 跟著我 並且不會很快的發情 當母獅子發現 自己的小獅子被咬死了 他會很快的發情 然後再跟新的國王交配 生新的一代獅子 這是動物的倫理 所以獅子王這部電影裡面 只是說 小獅子被趕走了 是錯的 在動物的倫理裡面 是要被咬死 唐太宗 玄武門之變 把他哥哥全部殺光 哥哥跟哥哥的兒子全部殺光 兒子們 很多兒子 把弟弟跟弟弟的兒子們 全部殺光 可是 另外一個 中國傳統文化出現了 就是 他是我弟弟 他是我兄弟 我不要使他絕後 被殺光了 絕後了嗎 他有一個奇怪的解決方法 就是 我把我自己的兒子 很多啊 分一個給他 過激給他 他死了沒關係 過激給死鬼 使死鬼這一隻 沒有絕後 所以唐太宗 就把他自己的一個兒子 過激給他弟弟 讓他弟弟 不要絕後 都有趣啊 把真的弟弟的兒子 全部殺光 然後給他弟弟 來了一個假兒子 兒子假兒子 是我自己的兒子 這是 中國的傳統文化 大家要知道 我們對著很多文化現象 要一個很好的解釋 剛才我講的那個獅子王 是卡通 可真正的動物的倫理 獅子的真正性格 我已經講給大家聽了 這需要很好的動物學的知識 可是我們 動物學家沒有想到 會把這種知識跟歷史合併 當然 歷史學家也沒有想到 會跟動物學合併 我現在把它合併在一起 原來是一個現象 可是獅子王和獅子們 動物的倫理 趕不上人類 因為人類 把你咬死以後 把你殺光以後 把你滅門以後 滿門抄斬以後 還給幾個兒子給你 為了不讓你絕後 所以在中國的觀念裡面 一個人不絕後 是好重要好重要的一個觀點 為什麼 阿Q正傳裡面 阿Q摸了小尼姑的頭以後 被小尼姑罵 尼姑罵他 段子絕孫的阿Q 為什麼呢 這是很重要一句話 段子絕孫 在這 孔子就罵人這樣 孔子不講了 始作勇者其無厚乎 那種人死的 你知道這種殉葬的人 為他陪死的 發明這種制度的人 他會段子絕孫的 所以孔子說 始作勇者其無厚乎 就是孔子在罵別人段子絕孫 只是經過 冬二年以後 有小尼姑來罵阿Q也是 段子絕孫的阿Q 是這樣子 所以段子絕孫 在中國是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孟子時代就引著 那句諺語 就是不孝有三 無厚為大 人人為什麼就不孝呢 不孝的原因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 無厚為大 最嚴重的條件 是你段子絕孫 你沒有小孩子了 所以變成無厚 在中國傳統文化裡面 是很重要的一點 非常重要的一點 那麼你說我搞一胎化 是不是無厚啊 有厚啊 那說生個女的 現在我們知道了 女的也是厚 不能說女的就不是厚 所以說 有個種 留下來 不管男女 男的女的一樣好 啊 可是我們觀念裡面 因為現在人類跟以前不一樣了 我們養不起這麼多的人 所以講 節育 講究一胎化 中國比印度還進步啊 中國人口比印度多 可是印度 實行節育就比較 比中國難 為什麼呢 他們頭腦啊 明完不化 用海報 他們勸你少生啊 一個先生 一個太太 一個男孩子 一個女孩子 一家四口 等於畫面給你出來 貼在那裡啊 提醒你 生兩個小孩子多好 你是這個廣告啊 宣傳的海報啊 印度人看了 可你看法不一樣 印度人說 這一對夫妻好可憐啊 他們只有兩個小孩子 懂嗎 他覺得要生的多 現在 我們知道 要生的少 可是要生啊 唐朝 太宗 出現過這個獅子王的 人類的獅子王的故事 現在我們又看到了啊 看到了曹操的故事 曹操的小兒子 叫曹聰 就是我們叫稱相的 那個神童 曹聰十三歲就死了 曹操為他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 給他討個鬼婆 找了一個 也死掉的女孩子 做他老婆 死了以後 死鬼對死鬼 有冥婚 第二個 曹操 又給他找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找了個後人 曹操的 找了另外一個兒子的兒子 孫子 就曹操的孫子 過激過來 給曹聰 死掉的曹聰 過激給他 所以雖然死了 還過激給他 這是什麼 典型的中國民間文化 曹操全部做到了 我們先看歷史上面啊 曹聰以後 我們看 曹操以後 在唐朝 開始冥婚 這是我李耀寫的文章 注意啊 有冥婚不稀奇 稀奇的是呢 還有冥婚後的離婚 結婚以後 還讓他們離婚 唐朝的尾後 為他的弟弟 與蕭至忠的女兒 接著冥婚 合葬以後呢 尾氏 尾後這一支 政治上垮掉了 蕭至忠 發墓 把墓 把墳打開 幹嗎 把他的女兒挖出來 你過去 委後你們 有勢力的時候 我女兒也嫁給你 兒子 死掉的兒子 你垮了 我把我死鬼的女兒 挖走 都不嫁給你 不但還可以離婚 還可以離婚 老太山做了盜牧人 這我李耀的畫 再看原始 原始 你看到沒有 那也是死了 死了以後呢 舊 舊不是舊舊 古代的舊的意思 舊的意思是公公 公公說 兒子死了 我兒子死了 我的兒媳婦還年輕 有一天會跑掉 將來我兒子死了 在地底下 難道做單身漢嗎 所以要求明婚 怕他活著兒媳婦跑掉 所以要給他死掉的兒子 還要明婚 可見明婚呢 剛才我舉的例子啊 從唐朝到元朝 一路相傳不絕 可是歷史上最有名的是 朝朝開始的 我們現在談三國 說三國 要把這些中國文化的現象 要把它挖掘出來 這樣子才有意義 才有深度 現在大家看一張照片 王太夫人 先持一引 就是蔣介石寫的字 下面寫中正 蔣介石的媽媽 王太夫人 請大家看 這樣畫面 這樣畫面 蔣介石的爸爸叫蔣素安 蔣素安 蘇安 蔣先生墓 蔣介石 跟他兒子蔣經國 在鞠躬 他給他爸爸 他給他爺爺 在鞠躬 再看 蔣武之墓 蔣介石在鞠躬 蔣經國跟他後面鞠躬 奇怪啊 你這個王太夫人 是蔣母啊 是這個 蔣素安的 太太啊 怎麼夫妻不埋在一起啊 死了怎麼不埋在一起啊 看到沒有 蔣介石在這裡 蔣經國在這裡 蘇美齡在這裡 蔣武之墓 為什麼 這個王太夫人死了 不跟他先生 就是蔣介石的爸爸 為什麼不埋在一起呢 這個原因 我李遥查出來了 首先 蔣介石在他媽媽死了以後啊 寫了一篇鬼文章 說他媽媽告訴他 我死了以後啊 不要重新 驚動你爸爸 埋在地底下 你爸爸的墳 所以 我要另外 搞個墳 不要跟爸爸埋在一起 看看他原文 蔣介石啊 他說 先持王太夫人 健在啊 祝福他百年以後 不必死了以後 不必西俗裡 他們俗裡 太太死了跟丈夫埋在一起 同學埋在一起 不必 他忽然違反傳統文化 忽然變成違反這個民間文化 我不要埋在一起 啊 以虞目公式 因為 我老太太 這墳 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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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不年重啊 重新驚動 尔腓知 ال 我當事 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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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死那裡 他會驚動啊 為不使你爸爸驚動啊 所以 我另外埋 不要跟你爸爸埋在一起啊 所以呢 intelig 不讓我重新驚動你爸爸的墳 有這種事情嗎 全世界就沒有這種事情啊 太太丈夫alon死了 旁边是太太 应该埋在旁边啊 怎么说怕惊动你 所以我就不埋在旁边呢 你看这个事情啊 山西的军阀 延细圈死在台湾 他那个坟 大坟 我去看过 后来太太死了 也埋进去了 我就问怎么埋进去的 旁边做个地道 也就这样钻进去 还是埋在一起啊 不能说惊动的死人 所以就不埋他 你看这个事情啊 夫妻死了以后 同学和葬 是很正常的事情 蒋介石的妈妈 这个王太夫人 邪门 不要埋在一起 这个原因 被我李遥解释出来了 怎么解释呢 为什么呢 因为看到没有 徐孙两太夫人之后 什么意思呢 在蒋介石的妈妈 王太夫人 没有嫁给蒋介石的爸爸之前 蒋介石爸爸 有过两个太太 一个是徐夫人 徐太太 一个是 孙夫人 孙太太 原因解释出来了 蒋介石爸爸 埋在这里 徐夫人 埋在左边 孙夫人 埋在右边 现在王夫人 死了 埋在哪里 他不能埋在脚底下 也不能埋在头顶上 对不对 他觉得 他要跟他丈夫 埋在一起 他续弦的 老三 你埋在左边 就隔个徐夫人 中间隔个女人 埋在右边 有隔个孙夫人 又隔个女人 这女人怎么说得了啊 所以 我要自己埋 我不要跟她们埋在一起 那边 有各个孙夫人 又有各个女人 这女人怎么说得了啊 所以 我要自己埋 我不要跟她们埋在一起 所以 这个原因 才不要埋在一起 并不是说 怕动工 怕 被白死人 你动工 我就害怕害怕 不是这个意思吗 跟我胡扯 历史家 最重要的是 能解释这个历史现象 根据资料 根据你 蒋介石写的 白纸黑字 这个资料 我把你解释出来 现在问题 解释出来了 有趣吧 王太夫人这个坟啊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被挖掉了 被红黑兵给挖掉了 美国那个 间接飞机 叫U2 U2飞机啊 到大陆派 拿飞机来 请蒋介石手下的空军 去高空照相 他们回来的时候 经过浙江啊 就拍了一张照片 带回来给蒋介石 蒋介石一看 哎呀 自己老木的坟 给挖掉了 他就很难过 很难过 觉得革命啊 革命啊 革了半天命 自己保不住江山 甚至连老木的坟 都保不住 这就是蒋介石 恶有恶报的下场 李敖 与妙天下 蒋介石 最后发现 自己妈妈那个坟 不见了 他写信 给他的孙子 叫蒋介石 叫蒋介石的毛笔字 叫五孙 最后一段话 看到没有 他说慈安 就是他妈妈的坟 慈安 被炸毁了 被炸毁了 得到信息 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无限悲痛啊 我好痛苦啊 为什么痛苦呢 此乃于我一生 最大不孝之罪 为什么不孝呢 就是 我怎么连我自己的 妈的坟都保不住啊 隔了半天命啊 看没有 不孝之罪孽啊 望你们 希望我孙子辈们啊 永远记得这一仇恨 所以他对共产党 有仇恨的啊 不忘为家 为国 建立大业 干没有 学此一家仇国 一家仇国旨 文革以后 王太夫人的这个坟呢 哎呦 好歹的啊 这个又给他 修起来了 可是真的 王太夫人的那个坟 那个尸体啊 在不在 我看不在了 搞不好找了一个狗骨头 放在里面 就要盖起来了 现在你们去浙江 凤华县 凤华 去看到蒋介石妈妈这个坟啊 已经不是原装的坟了 蒋介石妈妈就是前面死了徐夫人 也死了孙夫人 他来就做夫人 这样上去的啊 他是这样子填上去的 那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呢 就拼命是想他妈 又找他妈 结果呢 就在日月潭呢 就卡到一个地方 台湾的日月潭 蒋介石就盖了一个塔 叫做慈恩塔 大家看看这个照片 日月潭啊 好好的不运区 忽然盖着一个塔出来 就慈恩塔 这是远景啊 这就是慈恩塔 慈恩塔 慈恩塔 这也是慈恩塔 这就是慈恩塔 这蒋介石老了以后 站在这个面前 站在这个慈恩塔前面 还有这个他老婆啊 站在这里 慈恩塔 就到处啊 找他妈 给他妈盖着慈恩塔 拿国家的 中国国家的地方 给他建建他的妈 搞个塔 然后蒋介石啊 又怀念他家乡 有一次呢 在台湾的郊区 郊区走 突然要小便 急着下来小便 撒完尿一看 哎呦 这个地方风景很好 就什么地方 还有蒋介石说 这很像我的家乡 蒋介石又改名 叫池湖 池又是跟他妈妈有关啊 池母啊 池恩塔 池湖 蒋介石死了 现在就埋在池湖 这就是池湖 这是池湖 我告诉各位 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个鬼地方 因为我恨蒋介石 所以池湖 你去池湖 我了从来不去啊 看到没有 蒋介石埋在这里 还有什么 总统 蒋公 林寝 这都是封建的 这个林寝是对帝王用的 对皇帝用的 他们就不要连 用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池湖 那蒋介石呢 里面就埋在这个地方 蒋介石的坟呢 没有落地 棺材摆在上面 然后用大理石 做这么一个外壳 所以呢 棺材没有落土 所以呢 在风水上面说 你这个人没有落土啊 这个家人呢 不会忘 蒋经国 他儿子也是没有落土 埋在附近 所以蒋家后人呢 就觉得 我们应该把它落土 台湾有一个五指山的 国军公墓 把最好的地方 做好了坟 蒋家的后人 又后悔了 所以目前呢 还在这里 现在一个问题出现了 就是我李奥写成文章 叫做蒋经国的 另一个爸爸 怎么另一个爸爸呢 我跟大家讲 我思想很新 可是没有新到 我介绍了 你们同性恋 同性恋 同性恋过去认为是性变态 现在 大家了解的 那不是性变态 那是一个 也算勉强的 算勉强正常的生理现象 同性恋要争取权力 我们也赞成 可是有一点 我李奥是反对的 就同性恋啊 还要结婚 太嚣张了 同性恋结什么婚啊 结婚问题 不是你们俩的问题 他们还要收养小孩子 而不是两个男生 同性恋 结婚 结果要收养 那小男孩子 小男孩子到学校去 人家问他 你爸爸 他会说 我有两个爸爸 大家会笑他 请问 你们这样嚣张 同性恋还要结婚 还要收养小孩子 你有没有考虑 这个小孩子 在成长过程里面 所遭受到社会的压力 跟异样的眼光 你们要替他们设想啊 如果你们都不替小朋友设想 还要结婚以外 还要收养别人 你们太可恶了 所以我说 同性恋是可以的 可是结婚 还要收养小孩子 是太嚣张了 因为不可以有两个爸爸 这又不是过季 蒋经国怎么两个爸爸呢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蒋介石 有个弟弟 王太夫人有个弟弟 名字叫做蒋周传 他生在1895 就是台湾正好 对待的时候 起活了四岁 看什么呢 可是呢 他变成蒋经国的 另外一个爸爸 为什么呢 那为什么呢 因为蒋介石 比他哥哥 比他弟弟啊 大八岁 所以弟弟四岁死的时候 蒋介石十二岁 这个王太夫人 那时候已经寡妇了 小儿子死了 其痛苦 可以想象 这时候王太夫人 出现了一个什么现象呢 大家注意啊 我理要说的 小儿子曹冲死了以后 痛苦不堪 给小儿子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 给他小儿子 讨了鬼婆 临婚 找了个死掉的女孩子 跟他小儿子结婚 第二个 给他小儿子 过季 找了曹操另外一个儿子的儿子 过季给死掉的小叔叔 曹冲 换句话说呢 他达到两个效果 第一个效果 你不要孤立命的死去 你有老婆 我给你讨个死鬼老婆 第二 你不要急身而绝的死去 你有个儿子 我过几个儿子给你 曹操呢 就做了 在中国的经典文化以外 按照民间的习俗 给他的小儿子曹冲 做了两件深厚的事情 这个行为 被蒋介石的妈妈学到了 他妈妈不认识字 未必知道曹操这个事情 可是 他是中国民间文化的平均公民 当他小儿子四岁死掉了 他难过 难过怎么办呢 就开始出现了民间的中国文化 他就想 要给小儿子讨个鬼婆 让他不要孤零零的死去 让个小儿子 找个过继的 表示不要 急身而绝的死去 就这样子 王太夫人 找到了个女孩子 嫁给了 他自己的小儿子 死掉的小儿子 可是 哪里找人来过继呢 问题 解决没有 解决了 王太夫人看了看去 就看中了 他家老大的那个儿子 老大就是蒋介石 那个儿子就是蒋金伯 有趣的现象 等我再讲给你听 李敖 李敖 宇妙天下 蒋介石苦恼了 为什么 他只有一个儿子 叫做蒋金伯 忽然 他妈妈 发神经 要给他 死掉的 死掉很多年的 四岁就死了 的弟弟 那时候 蒋介石才十二岁 蒋介石大了 也生了儿子了 忽然 他妈妈 还怀念 他的小弟弟 四岁就死掉的小弟弟 吵着 要给小弟弟 李后 就是 过季 过季 到找亲人 他就想到了 他家老大 蒋介石的儿子 蒋金伯 大家看照片 蒋介石跟他妈妈 王太夫人 照片 王太夫人 抱着他的孙子 李傲的仇人 蒋介石 老太太看中了孙子 长孙 跟老大说 你要把 金伯 给我 儿子 小儿子 过季 就是说 要过季 给你死掉的弟弟 蒋介石 满脑袋封建文化 文化水平也不高 他妈妈也是满脑袋封建文化 文化水平不高 他的水平里面 就知道 要给我死掉的小儿子 讨鬼婆 给我死掉的小儿子 利后 不要绝后 就看中了 他家老大的 儿子 蒋经国 违反传统文化 为什么呢 传统文化 是老大没有儿子 老二有儿子时候呢 老二的儿子 要过季给老大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 你怎么 可以把老大的儿子 过季给老二 被老二死了 蒋介石 没办法 就同意了 所以蒋经国 从小就过季给他 死掉的叔叔 大家不要忘记啊 蒋介石 也满脑的封建文化 他发现 虽然我的儿子 蒋经国 过季给我的 死掉的弟弟了 可是在名分上面 他就不是我的儿子了 那我也绝后了 那还得了吗 所以蒋介石就痛苦了 他的传统文化出现了 那怎么办呢 为了安全 我也找个儿子来 给我电党 电底 就找来一个小子 他的名字叫做蒋伟国 所以蒋经国以外 还有个儿子 叫做蒋伟国 大家看 后来蒋伟国 变成上将 这是蒋伟国 蒋介石跟蒋伟国 另外一个照片 蒋介石和蒋伟国 蒋伟国是怎么来的 蒋伟国的妈妈是日本人 蒋介石那时候在日本 花天酒地 跟着一个好朋友 叫做戴传贤 戴传贤 后来做了蒋介石时代的考试院院长 戴传贤 搞女人 搞到一个日本女人 日本女人怀着胎 怀着胎呢 这个是戴传贤的鬼胎 她的胎 可是戴传贤怕老婆 就商量 跟蒋介石商量 我怕老婆 如果外面搞了野种 带回家去 带不回去 现在这小男孩子 给你好不好 蒋介石正好需要个儿子 来垫底 好 他就要了 这就出现了蒋伟国 蒋伟国是这么来的 这件事情很有趣 后来蒋伟国听说了 他是戴传贤的儿子 戴传贤那时候 做了五院的院长 考树院院长 他跑去找这个戴传贤 就说听说你是我的真爸爸 有没有这回事情 戴传贤就拿出一颗镜子 一面镜子 照 你看看你 你看你像谁 你就是谁的儿子 他不说他是他爸爸 说你像谁 你就是谁的儿子 蒋伟国心里有数了 原来我爸爸就是戴传贤 也不错 他那个假爸爸 蒋介石 是所谓的中华民国总统 也做过刑政院院院长 他这个真爸爸 也做了考树院院长 也不错 事实上他被排挤 蒋伟国被排挤 怎么证明的被排挤 我李奥读书最细腻了 表面上从小就是两个儿子 可是没有人讲这个真的像 蒋介石 当然两个儿子嘛 他都好嘛 有一天 卸着底了 西安事变以后 传出来个消息 就是跟苏联 谈判的时候 那时候蒋介石 跟我合作 我就把你儿子放回来 你跟我不合作 我就扣留 蒋介石 你也没有绝后啊 你还有老二啊 因为你眼里没有把老二当你的儿子 所以你才不经意之间 在日记里面 在日记里面留下了 我宁肯绝后 这段话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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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石夫人 被公公逼着 被公公逼着 自杀 蒋介石 要升官的时候 问他哥哥 蒋介石 我要升什么官 他哥哥说 明天你看报就知道了 你看报纸就知道了 我都不告诉你 蒋介石 属猪 蒋介石 蒋伟国属狗 蒋经国属狗 就爸爸 贾爸爸属猪 贾哥哥属狗 蒋伟国 偷偷的叹气 他说他 猪狗不如 猪狗不如 大家看到 瑞士讲究分析啊 我怎么样把它分析出来 分析这么细腻 有中国文化 由三国时候 潮潮的信仰 流传到 王太夫人身上 由王太夫人的 这个相信 要给 死掉的 小儿子 立后 抢走了老大的儿子 老大蒋介石 才收来一个野种 就是蒋伟国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蒋家的美满家庭 儿子一惊一尾 事实上 这里面有 很荒谬的一个故事 可是他反射出来 中国民间文化的 这个 立后 不要绝后的 这个文化 历史要这样想 三国 三国要这样分析 这才是一套 整体的东西 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分析 读书没读通 我李奥能够把书读得这么仔细 配上一遍的图片 给大家看 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 宇妙天下 宇妙天下 不是空口说白话 宇妙天下 是把这些 看起来不相干的 历史事件 把它拉在一起 拉在一起 然后把它解释出来 把它分析出来 图片配合 并且达到我李奥 另外一个效果 我恨蒋经国 我恨蒋介石 能够使他们出手的 我都会做 今天我就光明正大的 做给大家看 我怎么样宰掉我的敌人 李奥宇妙天下 大家看到我的分析以后 才知道 中国现代史 其实跟三国的曹操 都有关系 刚才我讲的这些故事 告诉大家 在做历史解释的时候 在做宇妙天下节目的时候 首先你要看到 并且掌握大量的资料 随便一个资料 大家看 这是蒋介石 跟蒋经国的照片 这个照片在1940年 4月15号 登在 梁友花报上面的 很少见的 我都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给大家看 这是后来 蒋介石 跟他儿子 蒋经国的照片 最后 什么结果 蒋介石真正的做到了 袁世凯 袁世凯要做皇帝 不是吗 要找他的 儿子 来继承吗 可是蒋介石 可是 袁世凯没有成功 真正成功的 是 蒋介石 蒋介石做皇帝 他的儿子 跟着做了 皇帝 所以 蒋介石 真的做成了 袁世凯 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去真正的 看到了 好 现在我们结论是说 有没有好事可以讲呢 难道蒋介石 不能赞美吗 当年他的妈妈 要把 他的儿子 蒋经国 过继给他的弟弟 死去的弟弟 至少证明了 蒋介石 是很孝顺的人 蒋介石 是很孝顺吗 根据 他的儿子 蒋经国 在苏联 发表的那封公开信 我们知道 蒋介石的真面目 蒋经国 在那公开信里面 曾经说 说 他妈妈 怎么样的 被蒋介石 从楼梯 推下去 他的奶奶 就是王太夫人 怎么样 被蒋介石 欺负 不都是吗 不都是吗 是不是 所以 蒋介石 做了这个事情 就取得很清楚吗 你看见吗 他妈蒋介石 说是 您就你妈妈 跟他妈妈说 向谁跪下 请求 不要把您 赶离家门 那不是他 蒋介石吗 是谁 打我的祖母 打王太夫人 是祖母 因死至死 那不是他 蒋介石吗 这就是 他的真面目 这就是 他对父母 和妻子的 孝季 和礼仪 蒋介石的真相 已经被他 儿子蒋经国 在苏联 都掀底了 虽然 他们后来 父子就和好 到了台湾 蒋介石 又把他的小朝廷 给他的儿子 来继承 蒋介石在台湾 玩了26年 死掉了 他的儿子 蒋经国 又玩了13年 死掉了 26年 加13年 40年 就这样子 走掉了 我李敖 在他们父子 压迫之下 40年 在他们父子 压迫之下 住进牛棚 35岁的坐牢 我当然恨他们 你说 人不要恨人 那是你的道德 我李敖不是这个道德 可是当我李敖 做我的 某种程度的报复的时候 就今天你们看到我的节目 我拿出真的资料来 高明的解释来 很细腻的理由出来 告诉大家 这些人不过如此 所以 最后一个蒋介石 同意 把蒋经国 过季给他 死掉的弟弟的行为 也不是因为 他孝顺的妈妈 理由 他的儿子 蒋经国 在苏联 告诉了我们 原来蒋介石 就是这么一个 不忠不孝的东西 我们千万要记得 不看你的脸 不看你的美 不看你也爱上你 几千国家的电视不好看 因为 没有李敖这种节目出现 即使有李敖的节目出现 也会重重的关卡 就不好看 因为我干的这一行 就是打人的这一行 只是用思想 用文化 来打人而已 为什么我喜欢圈子 因为基本上 我不太看得起别人 曹操在中国上面 有很多了不起的功劳 可是他干的一件事情 也是创业 搞什么 搞特务 中国人开始有特务 有特务的制度 是从曹操开始